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大盘炸鸡和意大利面 一桌的佳肴 再配上一大杯可乐 这都是她的晚餐 她一边吃 还会一边和网友聊天 这名吃得津津有味的女生 名叫Diva 是韩国一位著名的晚餐广播主角 每晚都会有几千名网友和她隔空共进晚餐 自从开始网络直播后 大利馅饼食欲惊人 她坦言几个月内已经胖了十公斤 每个月的饮食费介于3800到7600新元 这名男子是另一位晚餐广播主角 一碗碗的辣面让她吃得很痛苦 有网友说她吃面的样子很滑稽 也有网友好奇她到底能吃下多少碗的辣面 所以一直追看下去 专家表示一些人观看这种视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偷窥心理 这些广播主角每天狼吞虎咽 难道不怕发胖或是吃穷了自己吗 和一般视频不一样 吃喝广播是付费的直播节目 观众也能够买虚拟钱币送给自己喜欢的主角 让他们对成现金 如果节目受欢迎 收入可以相当可观 当看的人越多 其实直播的那个人 他能够得到的收入就越高 所以他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特别是拍食物的这个趋势 绝对是我们亚洲人的一个癖好 以前是从图片文字到现在是视频的一种分享 也有网民表示 这样暴饮暴食 可能导致饮食失调或影响健康 所以不会支持或收看这样的节目 专家也认为 吃喝广播是一时兴起的热潮 应该不会持久 你又对这样的网络直播有什么看法呢 请到我们的Facebook留言 网上热报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